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 Warp Server這個 那個 Aliance 他的是別名別號這個功能 這一篇的 教學網址是放在註解這裡大家可以點一下就到這個教學頁面 然後 然後 這個 YouTube的操作說明 就是這個 可以寬或全目光看這樣 可以調一下畫質量 那他這個Aliance的意思是說 對一些買西口資料庫進行操作的程式 或者是 一些PHP、INFO、環境查詢之類的程式 是可以放在這個Aliance Aliance 的這個功能 那他被限定說只能在本機執行的 就是說 27.0.0.1 才能執行 外面的IP不能執行的 這樣可以提高說一個安全性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那現在的 那現在的PHP買的命這個 還有 那個 Aliance 還有那個 他還有一個PHP的 他還有一個環境查詢的是那個 呃 我看一下 是有這 有沒有他這邊 你的這個 UrAliance Aliance 就是說 別號的有這三個 還有一個PHP系統的環境查詢這一個 他是放在這個 Aliance裡面 外面 他這個是只有本機才能執行 外面的IP是不能執行的 他的作用在這裡 是這樣子 那我先看一下 在 呃 這邊點一下這個 呃 滑鼠左鍵然後 這個 App 那個 Apache Apache 這個 的Aliance這裡的目錄裡面可以看到這三個有沒有 這三個 那再來是 程式放在這個 我看一下 他程式是放在這個 這個Apps裡面然後他的配置檔是放在這裡 Aliance這裡 他的這個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他的程式是放在這裡有沒有這三個 然後他的那個設定檔是放在這個 這裡 就是點那個 confconfig 這個配置檔還是放在這裡 這樣子 好這邊 還有看一下 那再來我們要來做一個測試啦 就是說讓大家看一下是 外面的IP就是連不進來 不能去 查看這個 這個網址 那我們就用這個第三方抓取網頁內容的就是所謂的 這個 WIP的 Prosting 的一個 網頁待遇站 他的意思是說 把網頁內容抓到 他的伺服器然後再顯示給你看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有 這邊我看一下又進了 那就用這個好了 現在這個是 就隨便一個 來看一下這個 PHP買的命啊 是你可以從這邊點或者是直接用Key的 他的程式就是剛才那個他不是放在這個WW下面 你 的那個 PHP的 動態網頁程式 他不是他是放在 這個Apps裡面 然後 就是 應用程式裡面 然後他的設定檔是放在這個 Alias的目錄裡面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執行一下 這個好處就是譬如現在 可以 查看這個PHP買的命嗎 然後來看一下那個掛掉 換這個看看 似乎也不行 要換這個 還有 那我就把它貼上 這樣子 我現在是隨便一個站 譬如 我的這個現在說的這個站 他會把網頁的內容抓到伺服器再秀給你看 這就是那個Web的PASY的代理 好處是在這裡 有沒有 那我現在來試一下 那我現在就是用那個 我本機嘛 我本機就是127.0.0.1可以看到 這個 但是我現在換上這個 他就沒辦法 他就抓不到 是這樣子 有這個好處 就是說 就是說 對一些 MySQL的 資料庫的操作 跟環境查詢的程式 可以用在那個 Alias裡面 就是別號別名 裡面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是 這個 Alias的好處在這裡 那在這個 由於他這個PHP的 這個 SYS INFO 他的系統環境 環境查詢這個 就是好像是故障吧 就不能用 那我們就是用我上一篇說的這個 就沒有東西出來 就是用那個 PHP探針 我上一篇有說的 就到這裡來下載 這樣子 那我們先解壓縮 那我就已經解過了 就是這個 那就是這個 下載完之後 解壓縮就這個嘛 那我把它剪下 然後把它貼到那個 那個 APP裡面 這裡貼過來 這樣子 貼過來了 好了之後 那要不要更名都可以啦 因為他那個是 你要你要更名為買PHP IFO都可以 要不要更名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做一個添加的動作 有沒有在這個 他的系統 這個 Alias的裡面沒有看不到嘛 一個配置檔 設定檔沒有 但是我們現在要添加一個 設定檔 他才會 才會出現 就是說 可以用他這個 這個Alias的 別名這個功能 那我們就是點圖標 然後這個 Apaq 然後再來是到 這個 添加一個那個 Alias 點一下這裡 然後 添加之後我們要 你要什麼名稱 就是 MyPHP INFO 這樣子 MyPHP INFO INFO就是 information 就是資訊 就是訊息 就是一些 資訊的意思 它的一個簡寫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個 PHP的一個 information 的一個 訊息 訊息 就是一些環境的 関數 系統環境的関數 那就是用那個探針來查詢 這樣子 那我就這樣用就好 然後再按一下 Enter 並不是Key這一段 它的意思是說 它後面的網址 會像這樣子 你只要Key那個網址就可以了 它就會直接 釣用 它會直接去那個Apps 目錄裡面釣用這個 是這個意思 它的那個 是這個意思 那我現在要給它一個名稱 它這個名稱就是 後面有Key這個 MyPHP INFO 它就會是釣用那個探針 這樣 OK 再來是說你要 它的絕對路徑 是放在哪裡 這樣子 那就是 我這邊建議是說 貼到那個 諾貝++這邊 還有一個 你可以安裝諾貝++這邊 因為它的那個是要 是要這個的 那個斜線 不是反斜線 是斜線這樣子 那這邊 的話就是我 這邊就是這邊 先直接把它 絕對的路徑 先點進來之後 右鍵 將位置 複製為文字 這樣子 你也可以用手Key 但是手Key就是比較 麻煩啦 用Copy的 然後把這個斜線 把這反斜線改成斜線這樣 然後看一下最後面要不要加 最後面也要加一匹 他這邊最后面也要加一匹 注意一下 然後OK之後就Copy 這樣 Copy過來 然後這邊 就是一個點一下右鍵貼上 可能沒有 就直接右鍵它就直接 付字過來 然後好了以後就Enter按一下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它就寫了那個 Aios Created 已經 那個建立了 然後再按一下Enter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Exit 那個Exit 離開這樣子 還是Exit 離開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建立了 然後再來它就會變黃 然後又變綠 就是重新啟動這樣 然後在這裡面這個 我們把它 第一個 PHPINFO這個 我們把它先改成 index 因為只要 Key這個木 它就直接掉用這個index 這個 我們不用 Key PHPINFO 什麼 2啊 3 4 5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Key一下 My PHPINFO Enter按下 它就會去 調用到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買IP的 就是查詢 P PHP 就是我現在的IP位置 是這個 這樣子 可以 是這樣子的 好這邊 有意思說啦 就是貼上路徑 Enter 然後 這樣子 那我可以 Key 那個 PHPINFO2 點 PHP 另一個檔 因為你什麼都不Key的話 它是直接掉用那個index 這樣子 K 3 3有問題喔 問 5是這樣子 好 好 那再來是說你要怎麼移除這個alias 別名 就是這個 打完那個探針就可以看到系統 環境參數 這樣子 那再來是說 就是一個環境的一個 參數的一個總結啊 就是可以從這邊查看這樣 就是探針的一個用途 然後再來是說這個 然後再來是說這個 這個alias 你今天不小心弄錯了 我想要把它移除掉 好他在這邊的配置檔 看一下這裡 他已經添加了 有沒有剛剛修新建的這個 呃不是 這是這個 myphpif 這是我們建的配置檔在這裡 這樣 啊我們要怎麼移除呢 他在這邊 這邊 的這個 alias 下面我們 就是到這邊 這是我們建的 剛才建的 這個 有沒有他有一個這個 這個 Suppress Suppress 這個 alias 那個 移除啊 就可以移除 Suppress 這個 alias 就可以點一下 他就會自動移除了 這樣他就移除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好他出現這個 我們就 Key Yes 然後再點一下 那個 Enter 他就移除了 然後再點進去alias 就沒有了這樣子 他已經移除掉 這是移除的方式 就是你不小心弄錯 那你可以移除 然後再重新用這樣子 好這剩下這三個 已經沒了 這樣 就是這樣 那他主要的作用 就我前面說 他就是放一些 呃 Miseeco資料庫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程式 那還有查詢 環境查詢的一個程式 是這樣子 他主要就是 限制只能在本機執行的嘛 本機執行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像那個 PHP 你買的命 或是探增之類的程式 這樣 那這樣會比較安全 這樣 因為你這個 譬如是 Miseeco的這個資料 你不能 操作這個 Miseeco 你不能隨便給人家外面的人操作 另外一個 環境系統 的 參數也不能給外面的人 的人 可以隨便查看 是這樣子 好 他就是他的好處在這裡 那這段的解說就到這 Alias這個別名的功能在這裡 那後續文章就點這 可以查看 OK 他這段的解說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外視頻 謝謝大家